元宵佳节前夕 厦门连发华美空间文创员张登结彩 两岸同胞欢聚一堂 在热闹喜庆的系列活动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走进现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在许愿墙上的火红灯笼 这些都是两岸同胞对兔年的美好愿望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韩盈焕 在灯笼上一笔一画写上新年期许 春暖花开 团团圆圆 两岸和平 他告诉记者 自己来到厦门33年 早已将这里当作第二故乡 两岸在2023年能够和和平平 春暖花开 两岸之间 未来我们的中华民族团团圆圆 过大年 一首《同说新年好》唱出了台湾青年周兹启与丈夫李鹏飞的行声 这首歌曲是春节期间 周兹启携手上百名两岸青年 外国友人 通过网络云创作的 他希望将自己在大陆过年感受到的欢乐传递出去 两岸一家亲嘛 对啊 没有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 而且在厦门其实也过过很多年了 今年我觉得更特别了 因为又制作了这首歌 然后一样也跟爱人一起在厦门过年 那种感觉是很幸福的 2016年从台中来到厦门工作的周兹启 与来自沈阳的李鹏飞结缘 作为两岸婚姻代表 夫妻俩祝福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家庭和美 团圆有爱 在这里我们祝福大家 突然报复 平安喜乐 现场还特别开展了两岸同胞的明信片快闪活动 通过乡筹这张小小的邮票 将祝福和希望寄往海峡对岸 台湾青年金于峰将全家福作为明信片封面 写下祭语 投入邮筒 寄给她在台湾高雄的姐姐 因为在这个元宵节我在厦门 然后没有回台湾和家人相聚 那再透过这个明信片 写一个试念给家人 希望在今年能够回趟老家 跟家人团聚一起吃碗团圆饭 主办方介绍 此次活动举办地华美空间前身 是厦门特区发祥地 这里的部分景点刚入选福建省首批重点影视外景地 为打造浓厚节日氛围 此次装扮一新 成为不少游客新春打卡点 我们更多的希望说 把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节假日的这种元素 比如说我们有元宵 有端午 有中秋 有冬至 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四个节点 我们等于说把年度的团圆 能够说更好的 出进两岸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融合跟发展 据介绍 本次元宵系列活动包括两岸夜市 两岸元宵灯迷 传统演出 飞移互动体验和萌兔乐园等 活动将持续至2月5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期欧